如何要黄了谁说的 他一个月能卖107台 他黄什么黄 官方早就出来必谣了 不信谣不传谣啊兄弟们 跟他差不多销量的顶流 应该还有及时零仪 一个月卖了154台 兄弟们 这些销量爆炸的车型 我不敢说能不能买啊 但是你要考虑清楚 销量好 不代表这车好 但是销量差 我真怕他没啊 万一说没了呢 一个车企他销量不好 拿什么才能持续经营下去 咱们有没有高和的车主 有没有及时的车主 咱聊一聊 咱这台车性能各方面到底好不好 我相信既然卖这么贵 它的性能一定会很出色 毕竟价位在这里 也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 老百姓绝对是买不了这玩意儿 一般都得是跨越中产 达到财富自由 才能买这么一台高端车型 自己享受享受 体验体验玩一玩 那可能很多人觉得 合资电车它就是个杂牌 但是你看到的是 在董事的排行榜 大众挨迪伞 宝贝卖的比金plus还要多呀 约卖一万两千多台 真吓人的兄弟们 那为什么跟网传的不一样呢 合资电车到底是不是杂牌 咱们评论区交流交流 还有这些个销量低迷的车型 如果是您 您买不买 能告诉我吗